海豚投資消息 不要想著贏 要想著不能輸 做好SOP 追求長期的穩定獲利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要掌握股市投資消息就加入 海豚官方Light 好 那第四部分 鴻海昨天法說會公佈了財報 第三季財報三綠三升 而且提到消費品是有感回溫 要帶動復甦 那機構又怎麼看的呢 還有他們接下來給他的 不能說目標價 展望狀況到底如何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那台積電昨天第三季 毛利率大幅優於這個預期 帶動營業率跟經濟率也同步的走揚 那其實昨天在股價部分 其實昨天似乎有人早知道 這個存在就已經先漲了 不過海豚昨天也有提到 我們來關注一下 後續有沒有機會來挑戰機械 那看來今天是有去做序漲 漲了0.5塊 那直接來看 不差 可是技術面不是海豚的菜 不過呢 海豚前面在這邊大跌的時候 其實有提到 如果你是喜歡做殖利率概念股的話 搞不好94塊95塊 對鴻海來說 會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位置 但是主要是定存 如果你是要去做殖利率概念的話 但是如果你是去做波段的話 我就不建議了 因為還有人說嘛 即便從94漲到前高116 可能也才不過20%而已 這個空間可能就沒有這麼大 好 那我們回來繼續看這個法說內容 關於第四季的漲望部分呢 那消費產品 因應這些新品效應呢 將帶動這個營收 繼續強勢的激增 不過這個激增的幅度還要再觀察了 那再來就是全年維持略低於去年 就是今年會稍微的年減 那主要是目前的總體環境還是比較不好 那這大家就知道 這個鴻海家大業大 所以變成說要全部都好有點困難 也可能這個像AI好 可是問題是其他不好 就會有拖累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就機構看法 它展望啊 應該說是機構 應該說鴻海相關的一些客戶企業 客戶的部分 基本上是持續進行這個庫存的調整 那這個庫存調整的資產 就對於公司的運營來說 是一個負向的指標 那就抵消了AI Server的成長性 那其實目前鴻海的AI Server的成長性 應該說它的目前的營收佔比 也是低個位數啦 所以即便AI Server的營收 有機會快速強勁 非常恐怖的成長 但是也抵消不過其他可能百分之九十幾%的 庫存調整的這些這個產品 那再來就可能最近還有一些 這個富士達部分的影響 富士康 富士康的影響 所以呢 預估2024年營運將會較為平淡 基本上就是持平到小幅的年增 明年 持平到小幅的年增 那再來就是iPhone16 不知道今年大家換iPhone15了沒 海豚是沒有換啦 不過iPhone16海豚就考慮 因為海豚目前的iPhone12 也用了快三年多四年了嘛 那iPhone16呢 基本有款旗艦款 同業的利訊和合作 有取得部分的組裝訂單 那鴻海的代工份額 持續的有出現一個下降的狀態 那這部分可能就要持續去觀察 因為既然上 鴻海是一個 是Apple的主要代工廠嘛 那另外就是最近的大陸的 這個富士康的一些問題 是不是對於一些接站狀況也會略有影響呢 這也要後續再去做觀察 那至於電動車的業務部分 先說電動車的營收占比 占鴻海 大概目前也是低購位數啦 但是公司喊說成長幅度驚人 只是成長幅度驚人 對他們營收占比來說 應該還是比較低的 只是說這部分大家還是會比較期待啦 那電動車的部分 新專案新客戶 將在2024年的上半年 業取就是上半年的時候 要陸續去做放量 那我們就再來持續觀察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似乎這個三率三升股價也沒什麼機會 然後這個明年的漲望企業漲望似乎也不加 那我們到底要看好看什麼 還是一樣嘛 如果你是喜歡定存 找這種定存概念股 或者是說高值率概念股的話 鴻海是真的可以考慮啦 因為以他今年的預估數字 可能就不講西部數字後怕有一些違法問題 以他的殖利率來算的話 再加上他的歷年的配息率 大概五成六成來看 其實以目前的價位來看的話 殖利率大概搞不好有個6%7% 搞不好有個6%7%可能比較高啦 5%6%好了比較中性一點 大概有個5%6%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定存的 或是喜歡這種殖利率概念股的 鴻海或許在這個價位 或許是一個不錯考慮的目標啦 這提供給大家去做觀察 好那接下來就是有什麼重要的法說會呢 今天下午有電子紙的圓鈦 還有這個光通訊的聯軍 星通PNIC的系列 石拳 茂蓮 還有這個散熱場的雙紅 那雙紅呢 基本上毛利率在第三季的財報出來 是表現得相當不錯 那不知道今天下午講出有沒有什麼展望 這個大家可以持續去做觀察 再來就是車用燃油車版的 這個車用版的PCB 這個235的進鋪 再來就是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有法說嗎 他好像開的蠻多了 再來就是明天有這個前景谷的 1763的材料KY 不過材料好像最近跌破1000塊了 再來就是玉龍 跟大聯大 好 那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 那我喜歡海豚的分享 記得掃左邊的KLCO 想成為海豚的學員的話 記得掃右邊的免費服務表單 留下你的資訊 那服務聯繫會與您聯絡 給你最適合你的這個產品類別 好 那今天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可以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法官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